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袁非 我们一起走访沉默大多数 今集要访问的朋友是霍永强 我是霍永强 我是沉默大多数 占中去到2011年真正爆发的时候 都可以说是一个逼不得已的爆发 因为说得不好听 不爆已经没用了 CNN也好 纽约时报也好 这些美国媒体其实带有一个很强烈的立场 就是外国 他是霍永强 他除了是IT公司的老板 他还是一个时事评论员 多年来 他帮传媒机构设计电脑系统 见证着传媒变得哗众取宠 于是决定用另一种态度去发声 我虽然做了IT公司 但是我的外国公司 正正就是要为一些报馆 又或者一些媒体做一个电脑系统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要接触它 亦要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 也要跟很多传媒人经常有来往 但是慢慢因为竞争很劇烈 开始就有些变化 变得很多时候有主观 有立场 甚至是挖中嘴重的情况 我觉得是否我都可以做一些事情 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态度 去面对读者或面对观众 霍永强用数字 用冷静的态度去理解真相 早在2013年 他就断言 占中无可能成事 究竟 为什么他有这个预判呢 我自己看就是 占中是一个 简单说 就是一个抗中的背景 引伸出来的东西 但是幸好 就去到 在2011年上台之后 他立刻就打贪 立刻就把贪腐压下来 将中国整个危险的形势 恢复回来 没有了中国本身的问题下 这种抗中变得不成立 而占中也可以这么说 下雨收齿 早早收场 霍永强觉得 香港传媒出现了很大问题 就是抗拒中央 抗拒国家的心态 这种心态 外国传媒都不会有 CNN也好 纽约时报也好 这些美国媒体 跟特朗普不合 经常都攻击特朗普 但是他攻击什么呢 来去都是他的私德 不是很受欢迎 但是去到一些同样争议的问题 好像去到限制穆斯林入境 或者去到贸易战 这些情况下 这些媒体 完全不会直接攻击特朗普 最多可能提出一些意见 或者意义 因为这些问题 反映了美国的底线 所以他们本身 其实带有一个很强烈的立场 就是爱国 霍永强坚持客观冷静去看市民 越是冷静客观 他越觉得爱国是自然不过的事 他投身宣扬中华文化行列 促成了姚中怡文化馆的一些项目 下集回来继续一起走访霍永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